第五波疫情持續嚴重影響各行各業的運作 馬場雖然馬照跑 但馬匹退役由2月上旬開始一直沒有停止 情況可謂無日無日 至今現役馬減少了42匹 期間曾經出現單日有8匹馬退役的罕見局面 截至3月25日星期五現役的賽區剩下1,230匹左右 可謂是近年最少的一個階段 說回這42匹的退役馬是來自不同的馬房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馬主 當中包括憑試試為王贏過打比和國際賽兩大盛市的潘蘇通 他在香港做馬主專養自購馬 過往先後多次就以高價入貨 名客的代代為王、王者無敵、大運起、大金庫 全部都是身價不菲的名氣馬 所以潘蘇通因而獲鋒為豪氣的馬主 不過俗語都有說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當大金庫和世事為王 同樣在3月14日退役之後 潘蘇通似乎不再豪氣 因為他在香港再沒有馬匹參賽 結束了歷時大約10年的香港馬主生涯 潘蘇通在香港先後養過10匹馬 除了落號D-323 這一匹澳洲自購馬未跑就已經退役之外 勝下來的9匹馬 適數都曾經在香港出過賽 並且幾乎每個都贏過馬 當中又以贏過10場頭馬的大運賽 成為了潘蘇通名下贏馬最多的賽區 這一匹愛爾蘭的自購馬來香港之後出賽有30場 贏過10WIN 11個位置 總獎金接近4800萬港元 贏過三場一級賽 包括2013年香港經典的一里賽 2014年女王銀器紀念杯 2015年主席短途獎 亦是2014年獲豐為香港的最佳一里馬 2016年潘蘇通就委託了專屬的練馬師高柏新 帶領大運賽就遠征歐洲 大運賽在當年的6月18日 就出戰英國皇家阿士谷賽期最後一日的賽事 步跑1200米一級賽鑽氣錦標 在素命輪的跨下 沒斷交出凌厲的衝刺 最終都是僅以馬頸位不敵了莫雅的坐騎 神光男兒屈居亞棍 大運賽這個時候也跑上來 中間還是神光男兒的四百萬平頭 到了第二章8月7日 再由素命輪披革 大運賽就在法國的多維爾馬場 步跑1300米一級賽紀爾斯大賽 當時香港馬會亦有轉波受注 不幸的是大運賽跑到沒斷斷腳 素命輪亦告墮馬倒地 最後大運賽亦因為傷勢太重 操當地的獸醫人道毀滅 潘蘇通有敢外區立下風公偉跡 在第二天立即通知各大傳媒 發文悼念大運賽 亦都安排他的外區 在8月9日進行火化 張骨灰就安放在他名下的 Golden Farms肉馬場 戀愛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彼此之间出现了问题 潘苏通在大运财离世后不再支持高伯伸 大印银子和代代为皇 亦在2017年先后转去高东尼马房 年代大运起大鸿桃 当年来到香港后亦交由高东尼训练 不过合九必分分九必合 潘苏通最后都重投高扣的怀抱 大鸿桃在18-19年的马桂 各当加盟高伯伸马房 及至近年所让的大金库和时事亨通 潘苏通都是交由高伯伸去训练 大金库都还算好 赢过三场的头马 而事事亨通 表现就令人失望 在3月宣布退役的时候 他的身份都是一只香港的未胜马 相比大运财 由低做起 当年来到香港都是72分起步 代代为皇名气大很多 这一把盛传身价2000万港元的灰马 当年以英国胜尖武士皇宫錦标一级赛的贵军身份 来到香港参赛 首次评分已经去到93分 未跑已经备受关注 不过无奈地 名气大 雨点少 代代为皇 先由摩扣转到高扣 继续再游东扣分年 始终都是逢跑必输 直到第三季在18年的季尾 才赢过一场三班田草1800开债 赛后就发生了些问题 自此这匹马就没有再在香港上阵 亦都退卖役 潘苏通就做了一宗失败的投资 潘苏通的骑士专属彩衣 采用了黄衫、红圆点的图案 既抢眼亦都很醒神 马迷一望内就知道 名客的首匹马就叫做守风顺 当时就养在徐宇石马房 居民这匹澳洲自购马 身价都不低 最终在香港就交出一罐、两压、一跪、一电军 在退役的时候 评分高达98分 之后他就再引入 世事为王和带运财 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世事为王先后攻下了打笔和香港杯 退役的原因相信都是趁年轻 尽快去配种 而他当年退役的时候 评分高达129分 亦都是香港退役马的一项记录 接近中点 世事为王 看看有没有机会赢出这场打笔 第二名就是 结果这匹熊马配种亦取得相当成功 后代在香港出赛已经有一段日子 当中包括了现时的曼仲力德 越跑德和超越名区 当中曼仲力德最擅长 赢过四场的头马 成为了世事为王在香港的尖指 最初董大依加仙他掌 入面上来的马还有王者骑兵 接近中点 曼仲力德就轻松赢马 跑到 大印银子是除了代代为王之外 潘苏通在香港所养的另一匹灰马 这匹马的演出肯定是比代代为王 在2016年的1月尾 大印银子就在潘苏通的爱将苏敏伦的夸下 影响击败了2015年打给冠军战利品奪标 而这两匹马更加合演了近年最精彩的一届董事辈 中间位置荣彩纷纷 外面还有战利品 后点还有将蓝 接近这些卖面大印银子 外面战利品 两匹相当接近 而当时在之前一仗跑香港一里锦标 大印银子都是以不足一个马位 输给时任的日本马王满乐士 亦都是这匹马竞赛生涯里的代表作 人生总有高低起跌 更何况是做生意 潘苏通近年不时传出财困 做过经济版甚至是港民版的主角 先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 集团旗舰高银金融国际中心 亦曾多次被集团抵押以作财款 甚至曾被放售还债 究竟是否这些原因 令到这位豪气马主打退堂股 在香港马圈全身而退 不过无论如何 他的专属红圆点黄色彩衣 将会成为马迷集体回忆 容量封 到水前往水中 继续 直到水前到期待